2021年6月22日,扬声大师萨南达,我将进入每个人心中,传导莫妮克·马修,译者卢颖。 莫妮克,我感觉到一位存有非常强大的临在和非常强烈的爱,这位存有或许不想告诉我他是谁,但我的心砰砰直跳,他对我说,在说出我是谁之前,我想让你们感受一下我的振动,感受一下我对你们的爱, 这爱将持续到我降临之时,持续到你们与我们重逢之时,为了给你们一点提示,我要提醒你们我曾对你们说过的话,我还会回来的,我将悄然进入每个人心中,使那人认出我来,现在,我告诉你们那个时刻很快就要到来, 我开始进入那些准备好迎接我,接纳我的人心中了,我进入到那些充分对圣爱敞开心灵的人心中了,许多光之工作者已对圣爱大大敞开,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这圣爱成长起来,好将它献给众生,献给自己的兄弟。 我曾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,我爱过,也教导过那些追随我的人什么是真正的爱,现在我想说的是,始终将我的灵在保存在你们心里吧,始终让你们心灵的门户大大敞开,这样你们就会被我的圣爱充满。 渐渐的,你们将真正懂得爱和去爱是什么意思?因为我将解放你们的心灵,使其自由探索未知的区域,当我进入你们心中时,我会除去帷幕,进行揭示,我对人类富有的使命也包括将圣爱揭示给他们,那只需唤醒他们,使他们觉悟到自己之所事。 在你们目前这个时期,许多人已意识到圣爱极其含义,宗教有点歪曲了圣爱的理念,并且以我的名义讲了那么多东西。 当我过去来到这世界上时,我的使命是将圣爱固定在人们心里。 有些人懂得了这圣爱,另一些人则不仅拒绝接受它还给我定了罪。 当然,在我来到这世界上的那个时期,人们还没有做好准备,不像你们现在这样。 许多人曾经生活于我在此世界上的那个时期,他们那时固定于自己内在的圣爱,使他们今生取得了很大进步。 我还想给你们这个讯息,不要急躁,一切都在有序地进行住。 比如我和某些光之兄弟,林河兄弟对人类所做的工作,这工作就是唤醒人们的意识,送给他们深深的圣爱。 你们中许多人有时会感觉到这圣爱,你们不知道这圣爱来自何处,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感觉到有股巨大的圣爱从自己那里发散出去。 那发生在我来敲你们的心灵之门,而那扇门对我的林在打开之时,那时这圣爱会将你们充满。 你们会深深感到幸福、欢乐,因为你们不仅在与自己内在的圣爱交流,也在与我交流。 在这个世界上,许多事都会加速进行。 我们为数众多,以确保尽可能多的人真正对圣爱敞开,解放自己的心灵以使这圣爱显现出来。 尤其是让我和我的兄弟们能把圣爱振动放置在他们心中。 这圣爱振动将使他们飞跃到更高的意识中,使他们能再把这圣爱奉献出去。 我不需要说出我的名字,我想你们已经认出我了。 现在,我愿把这圣爱送给你们,把它放置在你们心里。 我要送给你们的这个爱奖,提升你们的振动频率,使你们能更多地感知到这个爱,使你们的整个身体都被这个爱浸透,使你们离开这里时感到更轻松,更幸福,更安定,更有信心。 我很高兴与你们分享这宝贵的时刻,很高兴将我对你们怀有的这份如此巨大的圣爱送给你们。 莫妮克,现在我看到她了,她闪耀助光辉,呈现出人的形体,被一个奇妙的金色光环所围绕。 她在微笑,她的能量完全充满了这个地方。 2021年6月22日,一笑禅师,笑的法门,传导,颅影。 我看见一个年幼的小和尚笑嘻嘻地望着我,看上去十分灵秀,可爱。 她这形象让我想起儿子小时候的模样,还有动画片里那位聪明的一修。 我在心里问,你是谁啊?她回答,我是一笑禅师啊。 我,什么?禅师还有叫这名字的。 她,这名字怎么了?你们不是说一笑解千愁吗? 我,嗯,唐伯虎还三笑点秋香呢。 她,可见笑很重要啊。 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们笑是个非常管用的法门,不管遇见什么人,什么事,你们只要先笑一笑,结果大都会让你们称心如意。 我,那为什么呢? 她,因为你们只要一笑,震动频率就提高了呀,就和你们的高我对齐,和神对齐了呀。 我,有这么灵吗? 她,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吧,你们什么时候最像神,就是在你们笑的时候,因为神总是欢乐的,如果神有人的形象,那一定是个笑呵呵的人住。 此时我眼前出现了笑呵呵的弥勒佛像,高维度的存有们也总是欢乐的,所以你们真心发笑的时候震动频率最高。 我,我,人们看有些搞笑的节目时也常常笑啊,可我怎么没觉得他们那时候震动频率有多高呢? 她,我说的不是那种笑,我说的是小孩子的那种笑那种没有原因,没有理由的笑。 你注意到没,小孩子会无缘无故地发笑,单纯地因为高兴,因为活住而高兴,那种笑才是最接近于神的笑。 你如果是因为生了观,发了财,看了搞笑的节目而发笑,那是有条件的,虚假的,短暂的欢笑,不是那种真正的,发自内心的欢乐。 你们很多人已经忘了该怎么真正的笑了,你们得经常提醒自己笑一笑,笑一笑,不需要理由,不需要条件,只管笑就对了。 我看你们为了修成神下了那么多功夫,费了那么大劲,所以来把这个简便的法门告诉你们,这法门就一个字笑,这就叫做,修行路漫漫,各寻各法门,千年寻不见,一笑变成神,哈哈哈哈,感恩一笑禅师的教导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